有关教育的话题总会特别的引人关注 这两天在沈阳就有一个教育方面的热点 沈阳市教育局最近发起并成立了 沈阳市直属普通高中教育联盟 联盟的成员包括东北育才学校 沈阳二中 沈阳市外国语学校 东北育才悲鸿美术学校 和沈阳市朝鲜族第一中学 这五所市直属普通高中 其实这五所学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在办学上各具特点 比如说在培养拔尖人才 外语特长 民族教育 艺术教育等方面 都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 成立联盟之后 这些学校将通过校级间深度的合作和交流 形成市直普通高中教育 优质协调发展的格局